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1月6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追击,我是Cherry 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 近几个月突然成了国际网红 国家小而有个性,令全世界瓜不相看 立陶宛去年批准以台湾之名 在首都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 打破了许多国家 以台北之名设立相关代表处的惯常做法 一跃而成为欧洲一展反中共独裁 挺台湾民主的明灯 不过日前总统脑赛达却突然表示 以台湾为名设处是个错误 令国际社会哗然 脑赛达此话一出,外界揣测 这是否代表立陶宛后悔 应挺台招致北京的制裁 令这个不足300万人口的小国 再次跃上两岸争端的风口浪尖 不过立陶宛外交部长 国会议长纷纷反驳脑赛达的说法 总统脑赛达的谈话 让挨了立陶宛一闷棍的北京 突然兴奋异常 中共媒体几乎清一色的 以立陶宛总统认错为题 强调立国承认犯下错误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五日表示 认识到错误是正确的一步 但更重要的是采取行动 纠正制造一中一台的错误行径 回到一个中国原则的轨道 此前立陶宛的做法也被视为 欧盟国家转变对台关系的勇敢之举 有分析称 可能引起另外两个波罗的海国家 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 甚至中东欧一些国家的效仿 脑赛达总统的话 看似为立台关系带来转折 但分析认为 这番言辞只不过反映了 该国政界内部的摩擦 而立陶宛总体对台政策不会改变 立陶宛议会议长 希尔利特随后表示不认同总统脑赛达的观点 他说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立陶宛籍欧洲议会议员马尔德科捏也发问质疑 在中共批评立陶宛之后 我们可悲的总统竟建议我国屈服 到底在搞什么 其实 脑赛达总统所说的错误 突显出他与该国总理格力达西莫尼特领导的中间偏右的政府 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 而在这一个半总统治国家并不是新鲜事 目前新冠疫情加重了立陶宛总统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 脑赛达总统就曾否决了一项 让未接种疫苗的工人自己支付测试费用的法案 此后与总理的公开场合发生了争吵 了解立陶宛的人就会知道 在立陶宛总统是国家元首 负责外交和国家安全事务 并在欧盟峰会上代表立陶宛 总理领导内阁负责国内事务 总统提名总理和内阁 但互不隶属 脑赛达在2019年的总统大选中击败了西莫尼特 台湾庄社引述立陶宛国际事务和安全问题专家 马里乌斯·劳尼·纳维修斯称 鉴于目前两岸问题在波罗的海国家相当敏感 有可能是脑赛达故意挑起话题 试图提高自己的支持率 劳尼·纳维修斯认为 脑赛达的言论是在外事上的极大错误 他说将内部政治斗争带到世界舞台上 将大大削弱立陶宛的国际地位 不过 彭卢沙留意到 脑赛达总统的言论正在影响欧洲其他领导人 可能启发他们支持与台湾进一步合作 他说 欧洲领导人周二在谈到加强与台湾关系的问题时 也使用了立陶宛有权与台湾合作这样的措辞 他还引述一封去年10月底发出的信 其中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和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 共同为这一权利发表辩护 称欧盟及其成员国有兴趣 并且有权进一步发展与台湾的关系和合作 目前 立陶宛现任政府正追求一种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 同时设法提高该国的国际形象 立陶宛去年5月宣布退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建立的17加1合作机制 该机制于2012年启动 旨在建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跨区域经贸合作 在此之前两个月 立陶宛经济与创新部就曾宣布 将于年底在台湾开设贸易代表处 蒙如沙说 立陶宛正设法将其对外形象从一个小国转变为 虽小但有弹性的国家 立陶宛为此付出了代价 自与台湾同意设立代表处以来 立陶宛在向中国出口商品时受到阻碍 1月4日周二 立陶宛最大的商业协会立陶宛工业联合会表示 约有130家公司无法通过中国海关进行货物清关或转运 这一事件对贸易的影响还延伸至其他欧盟国家 欧盟官员近日表示 一些跨国公司也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 不得不考虑是否与立陶宛终止合作 冯如沙说现在形势促使中东欧和欧盟是站起来对抗中国 以保护其自由并选择在欧洲层面上与中国打交道 而不是在17加1框架内与中国打交道 以避免北京分而置之 针对总统称以台湾知名设立代表处是一个错误的言论 立陶宛现任政府中的国土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代表严厉批评了这一说法 包括去年访问台湾的立陶宛国会友台小组主席马塔斯 马马豆 他们强调总统前后矛盾 先是表示支持设立代表处 后来在10月强调立场没有改变 但随后又怀疑这种外交政策的价值 立陶宛外交部5日重申 立陶宛政府欢迎设立台湾代表处 此决定坚定不移 立陶宛总统的言论引发争议后 台湾驻立陶宛代表黄军耀5日宣布 台湾将设立2亿美元的中东欧投资基金 在有利于台湾与立陶宛经济和科技发展战略的产业进行投资 共同提升竞争力 投资领域初步锁定在半导体、升级、雷射等 一家台湾公司3日中一购买了2.4万瓶立陶宛、劳母酒 这些酒据报被中国海关拒收 去年一年,立陶宛啤酒品牌莫福斯在台湾的销量增长了23倍 台湾此前还决定 今年将为立陶宛建立半导体工作团队 支持增强立陶宛的制造能力 并在发展区域半导体供应链方面 获得更大的自主性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4日晚表示 有关立陶宛政府仅应同意以台湾为名 设处而遭受中国全面性打压 台湾坚定力挺的决心不会改变 欧江安强调 近来美国、欧盟、欧洲民主伙伴、北约会员国 均加大力道支持立陶宛 台湾也坚信立陶宛与台湾发展关系的决定 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 近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 与欧盟外长通话时 皆表态坚定支持立陶宛抵抗北京胁迫 布林肯1月3日与北约冬裔9个成员国外长通话 国务院表示布林肯和各国外长强调 面对中共不断升级的政治压力和经济胁迫 他们一致支持立陶宛 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 5日就推文表示 将支持立陶宛解决现金与中共的经贸阻碍 冯德莱恩5日透过推特发文指出 他与立陶宛总理谈话 确认三项重大议题 包含公卫议题 及持续推动新冠疫苗接种 以恶阻疫情蔓延 白俄罗斯边境问题 以及支持立陶宛解决现金与中共国的经贸障碍 万维时评人士巴山克认为 脑塞达总统其实是在拿国家发展方向 和总理西莫尼特进行政治赌博 最后很可能产生这样两个后果 第一 脑塞达因为投机取巧 最后被国民抛弃 第二 美国欧盟台湾将进一步加大 对立陶宛的经济援助 及政治支持 而使总理西莫尼特民意支持度升高 在未来立陶宛选举中处于有利地位 巴山克笑言 脑塞达魅于国际大事 而金鱼个人算计 完全就是一个小脑高度发达 大脑却是一坛江湖的人 立陶宛现在明明就是过了河的祖子 哪里还有后退的路可走 如果连这一点都看不清楚 那最终只会将自己置于政治鄙视链的末端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追记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